这是他战术成功的啦 所以他就是蔡英文的整体的哲学 就是内斗外野斗 内斗国民党 把你的党产啊什么全部拿掉 等于是地毯 从脚底下抽出来一样 然后国民党的几个组织 就加一个名字 富水组织把你拿掉 农天水利会拿掉 富联会拿掉什么什么 就是这样子 然后掌控所有的 所有的那个独立机关 这个NCC最好的例子 这个他就是 就是内部做全面的掌控 然后异己分子 政党就是打击不以余力 那外斗就是跟大陆斗 所以可是他很成功就是 他内部这些手段呢 刚好又碰到国民党非常衰弱的时候 士气不振 这个所以就很容易处理这些事情 然后外斗 外斗的话运气不错 碰到川普上来 所以就成功 但是但是我里面也说了 他他最大的 最大的这个致命 致命将来会致命的 就是就是他把台湾带到了那个 那个跟大陆冲突的绝境 冲突的绝境 本来蔡英文在台湾破坏台湾的政治团结 破坏台湾的经济 在大陆来看都是 这是你们的内政 他不会在乎 台湾越衰弱 大陆会越高兴 就是总有一天 瓜熟地落 我不用飞你就掉到我的腿上来了 但是呢蔡英文在把台湾内部团结 经济 社会 这个都摧毁的同时 他跟美国又走那么近 大陆就觉得被威胁了 所以这时候就变成我非处理不可 这时候台湾的危险就来了 所以蔡英文 他就是看到他战术非常成功 但是他这个美中台这个大战略是错的 就是政略错误 这个他的战略 他后面的战术都没有用 都没有用 老师形容蔡英文是在国际间是白雪公主 但是在国内呢是女王 为什么老师会这样的形容他 就是 这也是蔡英文厉害的地方 他把那个国际文宣垄断 以前台湾又 以前台湾的老百姓 这个国际尝试非常丰富 因为那时候包括中天 TVBS 几乎每个大的台 东森 还有几大报 自由时报也有 联合报都在美国有特派员 那么他们经常就写一些 伦敦柏林 这个什么东京都有 所以他们从外面传回来的资讯非常丰富 然后会经常会有一些专访 会了解这些政策的背景 可是后来呢 这些媒体穷了 所有特派员全部撤回来 那么中央社会在政府的控制 所以国际上的新闻 完全是由蔡英文来 来主导 那国民党也没钱了 所以国民党也没办法来做这些国际的 然后蔡英文又把国际上的访客 到台湾来的每年几百个几千个 不让他们去看国民党的人 以前我在政府里面工作的时候 这个我特别跟外交部的人说 说外面媒体来的话呢 或者外国的贵宾 国会议员来 你一定要安排他们去见民进党的人 你不能够只安排他们去见国民党的人 因为民进党也是台湾 我们是民主国家 必须要两面 就是说你要看整个台湾 可是民进党蔡英文执政之后呢 国民党的人完全不安排 我起先还不知道 后来我起先觉得怎么人变少了 后来才知道 我的很多审友私下跟我联络 说苏琪我上次到台湾 很可惜错过了没有见到你 我说我根本不知道你要来 他说外交部告诉我 跟你联络说你没空 我说没有人告诉我 就是外交部替我回绝了 替我回绝了 他们就专干这种事 所以国民党的声音外面听不到 外面只听到民进党的声音 那民进党的意思就是说 台湾多危险 太危险了 旁边有个大野狼 这个要吃我们 所以蔡英文也是个女生 所以他就说 所以最后的形象就是台湾好可怜 娇小的女生 被一个大邪恶的女王 国王在那边压着欺负 所以对台湾就同情了 可是在台湾呢 他在台湾说台湾 台湾他在台湾控制这个 控制那个 这个中天 这个其他的什么 我们的那个什么监察院 你看最近监察院 对那个 对那个陈先生的那个案子 这那种 弹劾不过滚 弹劾就不通过 完全政党控制嘛 那个李静勇的中选会 什么时候中立过 什么时候中立过 完全完全随便他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 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 CTI 798 有何外的侦扣哦